尊夫人 不是,就是草人 尊夫人 你好 黃牌節目,人家說 裡面的黃牌節目 希望是,歷史悠久一點 那什麼節目就有什麼客 其實你這樣繞圈來讚自己 我們會不會留意到 我認識很多人,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這個節目 因為我們停了一段時間 很多人以為是接了 又見到我自己有做節目 以為自己... 每個人都不同性質 只要你的節目做數下會停 不止我這樣 不過呢,居然我們是沒有 那個節目,只不過是因為有人 自古人不是在香港,我又飛了 這些人很忙 我們現在在想方法 越陽可以 其實我想問一下,我們就問你 你居然不知道 我再問人 有沒有聽眾式呢,反而 如果聽眾有人知道我們有什麼方法 可以 一個螢幕,一個畫面 可以切開兩邊 國家元首就會開會 因為我看到有些美國的Youtuber 講影評,講器材 都是兩條,一個在L.A. 一個在紐約 因為我直接做過 所以我就知道一定可以 那些貴的方法就可以 不是,是便宜的方法 很便宜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節目 在香港無線電視做 那個節目 在西洋科樂部做完之後 就有一個網上版 我去了上海做其他事情 他在上海 就去無線的上海 那間分公司 就找個鏡頭拍攝我 在香港又拍攝那兩個 然後呢,他可以把它變成的畫面 合成一個畫面 當然,一知道一個在上海 一個,兩個在香港 可以活動的 這個就是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二千年 不是,你有一個大氣電波 這樣做 其實不是什麼高科技 不是什麼科技 但是一些 就是用一些 Consumer的機器 就是手電 或者用一些Apps 我就要浪費時間 因為我有時候 接他的工作 那時候我幫了一間公司 叫Cisco 專門做System 那些公司 我只是負責幫他拍攝 他就是找個server 進入了server 打對server的location 就可以做到 這些我就不懂 他那時候不是這種機 他是一個真理鏡 以前是一個很高成本的廣播 因為播放是很貴的 但我們沒有可能用那個 雖然現在可以 所以如果有任何聽眾知道 指教 請指教我們 因為有這方面的專才 剛好是我們的聽眾 教我們怎樣做 那第二件事 就是這個雷動計畫 相當成功 當你有一個中聯辦 負責做配票 還有做分配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戴耀廷教授 都弄了一個雷動計畫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們forum 現在都弄了自己的雷動 就是 什麼來的 forum雷動 forum雷動 因為forum 我們現在禁失不禁話 還有決戰中環 我有限量的 也有份 就是比較多人聽的節目 但是有些節目 可能是新的節目 我們現在就要雷動一下聽眾 例如我們星期五晚的醉言堂 其實是非常之好的 大家真的聽一聽醉言堂這個節目 因為有次官 有楊漢群 有蕭公子 我本來帶一些嘉賓來 因為醉言 專請一些有份量的嘉賓 這個讓我插一句 本來我不是這個言 本來是言語的言 被探長做 不是 你說兩個都可以 是 於是如果選擇了小筆劃那個 我認為砌字出來會比較好 不是 你選了多筆劃那個 是呀 現熟的言 是啊 本來師傅那個言語是小筆劃的 不是 我選了小那個 不是啊 現在畫出來那個 是嗎 不要緊 但是這個似乎更好 因為包含好的說話 言人 都可以 那個言 就只有一個說話 就沒有 很有文化 很有文化 你自己忍了 你忘記了 好繼續 不要緊 我記得就好像是小筆劃那個 不是 你選了言得的言 不是這個 是小筆劃那個 是嗎 是 是啊 是啊 對啊 對 應該是言得的言好一點 是啊 沒關係 但現在這麼久用開了 沒關係 內容最重要 所以大家雷動一下 不要配下票 配過去這個聚言堂 好聽的 真的好聽的 這些不存在配票 因為有同事兩個多聽的 不是選了那個就不選這個 我配一些人過去 我想玩分流 這些就不是配票 這些就是推廣 推廣 幫節目宣傳一下 我們今天這個禁室 就是 Crossover時事版 是 因為有些事情 就不說不行 因為現在是影響到 整個香港 好啊 講阿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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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朱凱迪 Heidi 他有個中文名 其實他正經文名叫什麼 我不知道 他正經文名 好像叫Eddie 是嗎 我只知道朱凱迪 和迪哥 朱凱迪那個年紀 應該是他 應該是他父母很喜歡看飄零宴 是嗎 因為飄零宴那個主角 就叫做凱迪 是啊 真的是Eddie 有沒有記錯 就是打著千秋 踢著腳的小妹 對 OK 入政題 為什麼現在這麼嚴重呢 兩位覺得 其實 我覺得一向都嚴重的 因為以前朱凱迪的前輩 吳明陰也是狂被打打 吐血 然後後來又血癌身亡 其實當時很多人都很注意 以及很關心電視 甚至乎著名的填詞人 已故填詞人林振強 他作了一首歌 找了太極唱 那首歌叫做拼命三郎 亦是講這位議員 只不過當時我們普遍人 對政治的敏感都沒有那麼強 只不過是住在新界西街的朋友 一年多二人都知道這位議員 是很幫到他們的手 和很正義 和很不為強權 所以我先給他們 那麼久以來 都沒有什麼人 那麼有頭面 以及有入到立法會 或者入到那時候的區議會 的一個議員 而今次朱凱迪 亦都是留住同一樣的血液 而他更加入到立法會 影響力更加大 對這個強權 和黑社會的威脅更加大的時候 那便會發生這件事 隱形力量 其實有時還比明顯更加大 因為他現在面對 是一個蒙底深潭的隱形力量 不要說黑 裡面有黑、有黃、有藍 什麼都有 所以他的敵人 你看到的敵人都沒有那麼害怕 有些敵人是看不到的 還有最主要恐怖的地方 就是上落那麼大的時候 你有時候操縱一些 黑社會打人 買兇殺人 他的誘因更加大 要視乎這件事 我們到今天才會覺得很危險 其實當然不是今天 只不過 一向都沒有人掀制這個勢力 一向都會跟政府勾結 和地產商勾結 令到謀取那麼多利益 而剝削了原居民的利益的時候 只不過現在多了主要敵 夠膽站出來說 其實很簡單 你在九龍堂住 你住在義德島 你不會知道九龍城寨裡面有多黑 不會 這麼近都不知道 你在外面走過也不會覺得 你只要不深入龍潭苦悦 你不去照顧它 做甚麼 我用了隻身廠龍潭 你不是住過在新界嗎 我沒有 我從來都住在市區 如果你不是去照顧 那個蜜蜂鬥 蜜蜂不散出來 你是不知道有多恐怖 你只會覺得那裡有很多樹 很漂亮 其實現在有人很涼薄 在醫院說 朱凱迪搞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是甚麼人 你以前師傅也有很多 我只是爆名很夠膽 那你說 其實陳凱琪 對她真的很失望 以前很尊敬她 在廣播上 她指出了很多缺點 例如我聲音接近啞 叫我提高聲線 就會做得好一點 但我到現在改不了 就是令她失望 真的是昨天 但是當時我爹伯做的時候 她經常都拘捕我去喝茶 說先喝杯茶 教我做節目 怎麽為之做得好節目 她對我來說是一個恩師 老實實 我一直都對她沒有特別意見 還是很感謝她 感激她教我的東西 但怎料突然間有一天 對我來說 我跟她之間是很突然的 但跟這位阿姐之間 她就有些不知什麼原因 她就生氣了她 很惹火 就說她煮愛心餐 愛心餐 佔領其家 那時候我跟她在罵架 我也不贊成她煮愛心餐 我覺得那些力量留下來 是做別的事 我認為 但我們那個層面 只不過是不合意見 我不會因為她做這些事情 反面 但我不知為何那位阿姐 反面 她的月曆都無數了 年齡比較大 還有做過很多娛樂圈的事 我也不明白她為何會因為這個女子 所以她就叫我全部拿去 如果我還支持她 我就跟她絕交 這麼奇怪? 有她沒有你嗎? 第一 有我沒有她 這麼有趣嗎? 第一 我不是支持她 只是我作為朋友 她做的事 我只要尊重 我不會叫她停止 我也不會罵她做這件事 什麼不對 但我便選擇了 我說你絕交 我對朋友 我不會這樣 我不會因為一個朋友 不喜歡一個朋友 而跟那個朋友反面 這樣還出來 怎麼出去走 什麼都要被人擺佈 你想想 其實整件事是幾次 不要說是小學雞 但真的好像是小學生的行為 就是 你現在選擇 你跟她比較朋友 你跟我比較朋友 你只可以選擇一個 如果你選擇她 我會跟你絕交 或者紅筆字給你 絕交信 就是這樣 但她也都 她其實很奇怪 她呢 我在她面前 我也很不妥 她現在 一起玩的組織 她熱狗 臨路入了邪教 我也在她面前 多數臭邪教 但她忍我 為什麼忍我呢 因為她叫我幫她報價 就要找一堆 因為她想 好像美國的Alan 做Alan Show 她想搞這樣的show 就問我要買什麼器材 有什麼可以做到 Youtube的播放 我報價 有時候人們不是真的報到 要問很多不同的伴侶 未報到給她之前 不翻臉 一報完給她之後 翌日就翻臉 這麼現實 幾個功能性 你說她性情中人 這件事我就不贊成 這麼現實 原來性情中人 可以等待你報價 她才會跟你翻臉 有時效性 沒錯 所以有時候 很不明白 包括我到今天都很尊重她 因為我有一個師傅 叫做半個 可能她不認 但是啟蒙也一定是 但是 林老入邪交挺麻煩的 她今天寫的 其實 我回覆一下 我們稍後讀她的一篇 其實 我那時候 我煮外心餐 探長不支持 我忘記你那時候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 我說 其實那些年輕人 他們下來 就不是要吃你那一餐 才可以繼續去的 我說 你寧願把那些力量 放在其他地方 令到他們更多了解這件事 就不要令到一個 變得舒服 在那裡 變成 每天的生活 就沒有抗爭的力了 是 探長有她的角度 當然我跟她經常吵架 但是我尊重她的角度 為什麼我們到今時今日 都還未真的徹底 真的反面 徹底割蓆 徹底割蓆 和致死不相往來 就是因為我想我們兩個 都能夠尊重對方的不同 但是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還看到對方的好處 那就還會來往 但是 我做愛心餐 我講回 我覺得每個人對這場運動 投入自己的能力 那我的能力沒有的 我的能力 你說論述很強的人 很懂得把這個民主精神 抗爭的意識 和為什麼要對抗這個 港共政府的操控 講得比我好的人太多 那我沒有能力 那時候我認為我沒有能力 我可以站上大台 或者在這個 流動教室裡教的 那我聰明做什麼 我聰明做什麼 我聰明煮東西 那既然我又有時間 那時候 因為那間餐廳 那時候剛剛沒有了 那我有很多食材在手 那我不如投入 我沒有想著搞到這麼大的 其實當時人人 都 有個心是一樣的時候 大家手頭有多少東西 貢獻出來 其實 現在看起來是多少衝動 但是衝動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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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否那件事一定對 我們有保留 但問題是 那時候 大家應該體諒 大家應該欣賞 香港人竟然有這樣的質素 你平時過馬路 你妨礙著你 你也要接他 很多人的光輝 就在那個情況發出來 那我當然不會生氣 或者跟他絕交 只不過 我跟他說出作為朋友 說出一個禮拜 他不適合聽 我就不一起做 就是這個意思 那時候其實 第一我沒有想過搞到這麼大的 我不是想著煮足兩個月 還有我沒有想著煮成千人 但是一開始做一件事 打算是小範圍 可能幾十人在銅鑼灣區 但是很多人響應 很多人捐物資 那就越搞越大 但是都是很單純地 一個念頭就是 我做到什麼 我做什麼 但是很奇怪就是 那一晚我和探長 其實是一起吃宵夜 他就收到他的恩師的訊息 就說你選一條八婆 你選我 他選女的 我就說 大哥 你不知以為是他老婆 我不明白為什麼 你以為我是第三者 你明白嗎 你選他 我和你離婚 這麼差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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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有了 你選一條八婆 你選我 真的有 對 這個比較異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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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有這樣的傾向 他不會輕易相信邪教 因為剛才我才跟一班曾經入過邪教的朋友吃飯 我這兩個星期都有跟他們吃飯 我們總合了哪些會做熱狗的人 是有同一類的 例如在社會上或是工作不滿意 他自己不滿意的工作 沒有成就 而且看不到前景 還有想著焦土、抱著死也好 即是有這個個性 即是咬爛了 對,而且看不到自己的事業發展 即是自己達不到目標的時候 都想找一些人來賴 來合理化自己的失敗 那些人全部都清一色進入團體 所以投票的百分之都說明一切 首先不是歧視區的人 但剛好那些區事實上是被社會很對不起 資源分配得很差的地區 就是天水圍屯門的地區 最多熱狗和港獨派 已經說明了一切都不用多說 直到現在有數據 大家都知道那些是甚麼人 但我覺得其實他們就不用這麼想 即是你入了邪教 你更加抽不到出來 遲些或晚些再去分析 先說回你那個阿朱 阿朱 阿朱呢 你講一下 不過我們剛才講了這麼多介紹 就是想講這篇 你讀吧,你的眼睛不好 我的眼睛不好,你讀吧 不要戴眼鏡 阿朱呢 阿朱呢 探中的恩師陳凱琪呢 就在她的頁面上 《凱琪的天空》 就寫了出來 就說 蛤?搬入立法會居住? 保安局長請解釋 誰有特權搬入立法會居住? 三 這位後任議員說 未來四年都會受到威脅 你令到香港警隊顏面何存 請一哥解釋一下 消除市民而慮 很震驚 這樣 然後呢 一邊聽都不覺得太嚴重 下面還有一些回應 他說 最初以為立法會只可以吃杯麵給人洗澡 但原來呢 不知道是可以搬進去住的 真心一問 如果普通沒有特權的市民 有任何受威脅的可能 是不是可以選禮賓虎謝叔呢 這樣 可殺王的 做立法會議員就是有特權 爬頭也可以 剪線也可以 雙白線 任何人阻礙他上班都可以 但你不能阻礙立法會議員上班 首先是常識 雖然是我前輩 沒有就是沒有了 沒有常識 沒有常識 他的項目在這裏 即是我們說的中… 持平中立 持平中立 他認為立法會只有一個功能 就是開會 不應該避難 避難就應該走到別的地方 所以你一說去那裏 他就假定了你去那裏避難 於是乎 他就沒有看前文後理 就是斷章取義 這個老友說 如果他受到生命 家庭受到的問題 他會搬進去 或者想入立法會住 這個意思 後面有暗床的意思就是 哪裏都不安全 是不是立法會有一個 說話完全可以安全 他們說話任何事都不能告 人生是否有同樣的安全 有一個這樣的假定 不是等於他一定要搬進去 然後才能夠保障自己 所以他沒有看前文後理 就變成斷章取義 就覺得過了 即是有了偏見 你這個解讀太君子了 太君子 不如我解讀 你解讀 我的解讀就是 總之逢親 他們背後的組織 或者很支持的組織 光環被人拿了 無論那件事是對或錯 他都一定要找一些理由 將人家的光環拆掉 因為我本來以前都不相信 他們這樣說法 但這幾年 你都看到了 真的 所有跟他們同票員的人 拿光環 出名 令社會人注目的 他就要拆光環 即是跟拆大頭一樣 還有你看到一些很精彩的留言 留言才很精彩 又要威又要大頭歸 我讀給大家聽 這些就是又要威又要大頭歸 選之前說自己打官 上向黑 個個當他英雄 敢作敢言 而現在怕被人尋仇 就找一班官來保護自己 是什麼玩法 但其實這些人 就是李施燕那些朋友 即是說這些 叫救命 是不是又找警察 反警察 不知所謂 原來他們的集團是這樣的 一樣的 即是越來越沒有分別 我讀哲學 覺得兩個不相關 我的威和我戴頭盔是兩件事 即是不能夠變成因果關係 沒錯 因為打美式足球 全部都要戴頭盔 但又很威風 不需要一定是有關係 你可以聯想到有關係 你側他有關係 這個邏輯 現在就是調回任何事情 其實我覺得王毓民的貢獻 是真的很大 遠遠比陶傑說的王毓民 在議會道的中文水平很高 即是他激活了香港 激活了大陸話 即是他引誘發了香港新一代 即是將一些邏輯調轉來說 這不是那麼容易 你反正一件事 即是在辯論學裏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課 即是你強行曲都領到完 反過來的東西來說 來益回自己 這是一個腦筋的訓練 即是你跟北美的鬼仔 即是香港的人一定贏了 經過這個洗禮之後 我知道你是曲線 但我都要搏你 不是曲線 你曲中有職 不要拍攝 我認識你這麼多年 即是你要搏是要搏的 即是我們三個做節目 明明我是同意你們的 或者我們兩個同一個意見 始觀其實是同意 但我們都要找一個人 做一個相反意見 或者不同的角度 是魔鬼辯識 因為就算你十個 魔鬼辯識 沒錯 即是你一定要用一個人 說的版本 是不同的 去刺激大家 今次有火花 不知道有火花 那一樣 節目就是火花 但實際上 如果你真的要實行一個計劃 的時候 你是要把它變成 辯論 變成支離破碎 變成無懈可擊 因為你要不停地 堵塞它的漏洞 但這問題是 你都要在一個辯論的基礎上 就是大家對這件事 有共同的理解 我想說 我發覺 為什麼香港到現在 還有僅存的 騙稅的司法系統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嘗試去高等法院坐 聽聽審訊 那個官員 在頭一段時間 在頭一段時間 沒有說幾個小時 頭一段時間 他會跟兩邊的律師 去尋求一個 common ground 即是你對這件事 這一個 definition 的理解 是不是這樣 是當然一定要 大家要在共同的層面上 達到共識 即是爭拗 不是爭鬼 如果不是 原來你講的A 他講的B 大家以為講的同一件事 其實大家根本不是 你發覺很多人 男女朋友也是這樣 兩夫妻也是這樣 立法會也是這樣 什麼都是 就是原來大家 以為講的同一個議題 但其實大家的蠟燭點 不止觀點不同 原來大家根本的understanding 都不同 還有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 屈都屈到你 是跟我觀點一樣 要是你跟我一樣的時候 到最後這盤棋 用我這個規則去抓 你輸定 他不肯去到大家 有一個協商或者妥協 成為一個共通的官僚 公式 不肯的 他一定要 對到你 遷就我這個 妥協我這個 那你不幸上當 入了這個局 那你就危險了 因為你怎樣變下去 都會輸的 剛才你說的那個 有一個名稱的 是 在希臘的時候 蘇家在底 那時候就有很多這些 叫辯事 辯事 辯事就是剛才說的那些 他是專門爭辯的 一個命題 一個題目出來 他首先讓你選擇 押出到這樣 我說 合長你先說 你愛正方還是負方 你愛正方 我就愛負方 然後呢 我就負方贏你 我有技術贏你 好啊 倒溫轉頭 我贏你 你負方 我正方 倒溫轉嗎 又是我贏你 正如是你贏 是技術贏 你不夠說 就是現在香港 有些人去到這樣 我們都知道 這些是歪理 但他贏了很多局 但問題就是 好在今時今日 那些 archive 非常健全 是啊 執行前面 有個叫匪女監察院的朋友 我一直都描述他的 但我近年覺得他的貢獻 他有貢獻 非常非常大 我現在直台 我已經做了他的支持 多了archive 這些archive 整個故事就變得立體了 兼顧令很短時間 令人們明白了 他們一直都是這樣走的 他們做些什麼 有些什麼動機 隔著尾巴就知道 等於讀歷史一樣 雖然這些很近期 你就自己去分析 但最慘的是 讓你看到 那些人還要盲信 所以我便說 這些是邪教 有些是邪教 其實有個叫任良憲 在半分鐘內 都說出來 你信不信 但你要明白 入了邪教的人 他是會認為 你這些是抹黑 你是在攻擊他的信仰 他找回他自己 親口說的 他會告訴你 時間不同 立場不同 因為環境不同 你就搬龍門 你做這件事就是有錯 我做這件事就是改善 你就是這叫轉態 其實大家如果學辯論 都要學雙方的形容詞 或者同意詞 你就可以不停地搬龍門 如果有時間 我真的要出一本搬龍門的手冊 搬龍門手冊 你出吧 其實類似的已經出了 那些叫生成器 即是今天 明天 明天 或者昨天 然後中間 去戲院 去餐廳 你跟女朋友 如何安排你的節目 這叫生成器 其實你辯論 都是整個生成器出來 其實熱狗生成器 真的容易做 任何東西都任搬 你一按生成器 立即跟你搬 你也猜到 你將會怎樣搬 有貢獻的 我們講完熱狗 先講一下朱仔 我們講一下朱凱迪 為什麼他現在做的事 為什麼我們覺得這麼重要 還有其實套丁是怎麼回事 你們兩個的理解 套丁原本是有丁權的 擁有特權 可能有地 可以讓你建屋 可以讓你住 套丁就是把你的特權讓出來 但法例上是不准轉讓的 因為你有一個特權 因為你是那條村的男子 所以套丁活動是非法的 就是拜法例上 你說是否公平又是另一回事 法律就是法律沒有改過 是的 那時候 你要追溯以前 這個港英政府的時候 因為他要開拓新界的土地 然後他想一個方法出來 使得那些人可以調氣順 如果不是 你記得要把市洞陣都放在市洞陣 有射器爆炸 市洞陣最可怕的 市洞陣 你有沒有聽過嗎 市洞陣 你有沒有聽過嗎 警察攻入那條村 要收地的時候 那都是村民的反抗 所以說侯志強 是怎樣市洞陣 那時候 前年開會 就說英國人 還沒怕 我怕你香港政府 就是因為他的祖先 前輩 就是以前抵抗到英軍 怎樣市洞陣 這個歷史 清朝已經有了 當年這些英軍 攻打廣州城市 那些市民都跟他玩過 因為那時候是沒有廁所的 家裏就靠那個市洞 尿堂全部進去 鄉村也是沒有抽水馬桶 鄉村的拿去淋 去撕肥的 吃回來 沒錯 吃回來的 很環保 很環保的 你供進來 在一個村口 你過來收 我就擺什麼都難你 我就把那些肥料 一桶桶就放在那裡 另外有一幫人 就準備定盤 朗口鐘 什麼Kinning Klang 進來就撥你 你是槍而已 你不敢亂開 你棍子一定要埋伸 你盾牌 你只能撥你 但你很難撥市場 我的畫面更噁心 我的畫面是 村屋的一樓 已經傾斜 你那些人馬上撥 你那些看慣工程 沒錯 我就是那個畫面 他們就擺了市場陣 是 以前 英軍攻向廣州市的時候 都擺過了 二明森擺過市場陣 那個總督 不韓 不戰 不和 這個 當年 這個 新界居民 又作為一個反抗 這個就是抗爭有利 抗爭有用 你要發展 還有 你要開路 等等 賠償 那個未談 是 後來 他就給了一個什麼呢 他就給了說 只要是原居民 他有一個定義 即是說 祖宗N代 都住在這裏 是1890年 是 租借那個 這個新界 之前已經是 住在這裏 有村 那男丁 女生又沒有 這個又不適合 被人罵得很厲害 罵得失彩 就說 你可以 申請一塊地 這樣 有一個尺寸 就可以建一個丁屋 三層的 七八尺 就不用和政府補地價 但是 關鍵在哪裏呢 關鍵就是 這個 政策出的時候 那時候 新界民政處長 就叫 黎敦義 還會死的 在香港 麻煩找人訪問一下 他是說 這個 他強調 要再強調 說是中短期措施 頂你 1972年到現在 四十幾年 沒有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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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短期措施 又怎會是一個四十幾年的事呢 他也有說 其實是希望透過 給你們建的屋 能夠換取 政府可以開狠 發展新界 沒錯 然後是需要檢討 需要再用另一個方法 但是現在他們就是走法律 他明明是有限制買賣轉讓的條例 但他就用一些很狡惑的方法 大家也發覺 原來這個狡惑方法被人爆出來 原來背後是有政治 有勢力的 有政治 有黑勢力 有王氣 黃勢力 大家層層 大家知道我們都說 留了政治的勢力 是 官商 向黑 很簡單 因為 人口不斷多 你說四十幾年 至少兩代 二十幾歲結婚的兩代 還有計新移民 你要是那個村 即是發展的誘因 發展誘因 大家知道地 香港就少了 是這麼多地 填海填了多少 但是不斷需求居住 以及不斷需求其他的土地作用 現在就不夠地 尤其住不夠地 那些地是很值錢的 和計時那些村屋差得遠 增賺人力也很不夠 有什麼辦法 不用那些人拿著自己能夠有最好處的 建築房子的利益 來賺錢 這是地產 其實是地產 當然 還有幾個 那些大佬是收了LB 那些婦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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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婦孫子 那些婦孫子去了外國 俄蘭英國 想怎樣 那些婦孫子 我們近年做節目 我記得我在七幾年的節目 要加辯 其中有一個故事環節 王新和夏宇做的 兩個就是這套號的新 封雲都有 封雲都有 專門說這些人欺負 要做婦孺去欺騙這些LB 回來便宜自己 變成億萬富豪 還要變成鄉新首長 還要入立法局 所以剛才帕長所說 不僅是官 是新 鄉黑 政府也有關係 你想想整個政策是政府頒出來的 而亦是這麼多年大家闊老懶 你沒有修訂 這位有些跟進 對比我讀 我看不到 是老花 Matthew Ho說 兔丁是極細微的organized crime 即是有組織犯罪 一群有丁權無地之人 將丁權以私人合約賣給余曾樹和之流 他們有地聘入足夠的丁權 就可以動土了 入貨五年不能轉讓 這意味著 買方最初五年 還未能夠在地契入名 現在最流行 Este 一個軟什麼軟什麼軟 我想說一個 因為有些人 為何我想說這件事 還未開估 有些人說 諸可迪有什麼事 阿富汗也住過 阿富汗不關系 是戰地記者 怕什麼 家人不是 都還未完 即是說 你香港有多黑暗 香港有法治 你現在根本在拿光環 要一個媒體的注意力 在這裡造勢 我跟次官說過 我想說一個西漢的人物 叫潮錯 潮錯 潮錯 這個人 本來那個 那個人讀潮錯 潮錯 不是讀錯 潮錯 是 因為要歪了音 要歪了一點點 不要緊 要繼續 但是我照讀潮錯 不管 一個字就寫錯 就是 錯語對錯 潮錯 他的字 你讀潮錯 我讀潮錯 他是歷史冤岸 是出名的很重要 包括那時候 都已經覺得他是冤 這個人為何這麼冤 而且他知道什麼 因為什麼而死 就是因為動別人的土地權益 一樣的 但是他的慘 就是在於什麼 他是被握 走去被人斬 這個故事 其實應該這樣說 簡單說 很簡單 因為他的觀念 就認為 由劉邦開始 接著是文帝景帝 他是文帝景帝的時候的人 那時候 劉邦就把地方分封了給很多自己的親戚 或者公神 個個都是王 變成又回到封建制度 就不是李詩時候的軍縣制 我現在先補一點 他大件事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他兩個制度同行 因為如果你說他是周朝的制度 就是天下 就是屬於天子 天子再分 派去給諸侯 派去給諸侯 就是叫做國軍 那些是諸侯 國軍是諸侯 然後國軍是可以再封的 例如你是坐在國外 不過 然後你可以自己再分一些細 給自己的子孫 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 他是一個金字塔 天子 國軍 諸侯 一層層落 但是去到這個秦朝 他就玩中央集權 就是說中央政府 和不同的郡縣 但是去到漢的時候 他就死了 我用哪個制度好呢 那他免得搞 他就兩個同事 就是說他在這個長安 那時候的西安 叫做京畿 周邊 是在走這個郡縣 但是京畿以外 遠一點是 分了 封建 分了給那些子孫 或者那些兄弟的子侄 他以為他分同姓 大家姓劉的就沒事了 免之傑 重傑 很嬌傑 那麼 朝鎖就說 統一很好 於是他 他最初是學法家 後來是學儒家 一個很厲害的人 就跟你掌握這些東西 但是他最糟糕 他得罪了很多人 他得罪了很多裡面 朝廷的大官 被人整天打他 就是打他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文帝開始信他 警帝當他是老師 他差不多做過太子的老師 太子 太子讀書 太子老師 哇 這麼棒 你看到皇帝還沒上位 已經是同他朋友 已經 他住在他家裡 是他先生 是阿sir 那樣的關係 所以他完全行 但是很多人得罪了很多人 好了 你說要收回別人的權力 收回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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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說 等於今時今日 朱凱迪說要收回兵權 一樣 他也是牽涉到很多人的土地利益 有幾十億 那些 我本來做朱侯王 那些地我收的錢 是我的錢 入我的袋 現在不是回郡縣 那些東西就回到中央 不關我的事 更激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 你們現在動的是皇親國戚 全部都是姓劉 全部都是姓劉 而且現在的皇帝 是劉邦的孫 但是在動的是劉邦的侄 是劉邦的侄 是阿叔 還有這樣 文帝未必證明到劉邦的子孫 在街上撿回來說 他養了 好了 結了 於是乎作亂 所以叫做七王之亂 真的七國 七國那麼多 每個人都亂了 最惡的那個叫劉邦 三點水 一個鼻哥的鼻 這個人最惡 起兵就打了 如果我沒有記住 他有七十幾個城 即是他那個國 是大到七十幾個城 但是那時候的城 真是一條鄉下不大 但也不小 你想想香港我們現在住的屋子 覺得很厲害 這個人聯合了其他親戚子孫 都是姓劉的 是造反的 同理同性 本來這個警帝就說不理 但是那些蠶神一定說 不理不行 願望 不理不行 搞搞一下 連你江山牛河共 孤王江山牛河共不行 怎麼算呢 於是山西民道訪門 真是史極這樣說 山西民道訪門就說 喂 我勸勸繼人 其實這麼多件事 他們一個口號叫清君側 清君側意思就是 你旁邊皇帝有一個壞人 在做事做卑 就是你這個朝燥 你把這個朝燥 就算是你老師那樣 立即和諧 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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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和諧 因為他很簡單 你看一下 他雖然是團地 雖然是地產霸權 但是很太平 他沒有搞你 他沒有搞你 你幹嘛要搞他 現在是因為這個朝燥 朝燥也好 是因為他的主張 所以出事 所以你現在 朱朝燥 清君側就沒事了 你這麼厲害就沒事了 包立即退兵 這個民警之帝 那時候是黃魯之術 即是無謂而知 什麼都沒做 最好無謂而知 當然他有幾個太平 休養生息的時候 看武帝沒有那麼厲害 於是要聽他說 有一個陰謀詭計 很慘 就叫他 趙祝你上朝 那不就祝福了 等一輛車去 你想像一下 突然之間 現在有個人 周圍跟你說 喂 你老闆找你開會 你馬上換一套老闆 然後拖到這個市集的時候 突然之間 幾個強力部門的大漢 揹你下車 綁住你 然後就斬 腰斬 腰斬 即是他有沒有宣判你 是什麼罪名 沒有審過的 沒有史實寫出來 還有 那傻子真是愚蠢 打算去開會 還有 不是他死 他的家人 做過斬頭 免得你報仇 免得你這麼多說 很多人 全部掉了 掉了之後 以為清君側 老了對象 那些劉備 那些 那些 不會造反 那些 沒有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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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差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皇帝 記住那個皇帝 他是什麼呢 就是他當初 他接受他老師 即是朝鎖 朝鎖 的提議 就說 現在這幫地方官 這幫諸侯王 他們團地 勇兵自衆 他們又不尊重你 又不上朝 又不進攻 總之什麼都不做 還有我收到封 他們現在在養兵 那裡住在鐵 即是搞獨立 對 搞獨獨 你一定要搞他們 然後那個皇帝 你下頭的 你下頭他才可以做的 你不下頭他做一條命 下頭之後 轉頭人家起兵 彈弓手 他就害怕了 一害怕之後 就說 好吧好吧斬吧斬吧 我以為我犧牲一個 我自己是老師 但我可以換天下太平 誰知 你聽下去的數字好像很正確 然後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真的斬了 那時候有一個鄧公的人 在前線打仗 在搞這個七國 很忙的時候 他回來匯報軍情 然後皇帝 即是那時候的漢警帝 一看到他第一句 就說 我殺了朝鎖 他有兵沒有 鄧公一聽到 立刻 那衣服就這樣下來了 他就說 死了 真是冤枉 真是冤枉 他心裏說 真是冤枉 這個皇帝 他就說 你知不知道 這個吳王劉備 劉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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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殺了 很容易 他把皇帝都發覺很麻雀 那怎麼辦呢 人就死了 那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硬著頭皮繼續打下去 打贏啊 打贏啊 死了就更冤枉 然後他真的因為他堅持肯打下去 解決了這個七國之亂 兼夾這個團地問題 這個封國問題 真的變成了中央集權 但是大家除了說這個潮蔡死得很慘之外 其實這個問題是在於你當初的制度混淆 你走一國兩制 真的是一國兩制 你又要玩封建 又要玩中央集權 兩個互相矛盾 然後你一頭又頭頭 轉頭又彈攻守 那別人才死的 其實很慘的 這個就是當年同時又是人民幣 同時又代換券 一國兩幣 那時候也是幣啦 一國兩制洋而已 有時候拉不起來的 很難拉平的 他說這個故事其實就是 你收回土地 那個本來是很適合的 但問題是你要看完時機 看完你幾時 很多時候 像阿朱一樣 可能這個時機不知道是否正確 但可能會死得很慘的 像蕭曹那樣死得很慘 這個就是有DNA 有DNA 你現在看到那些人 還覺得議員出來拉布 阻人發達 這些是很大罪的 阻人發達了 很可怕 而且破壞和諧 這些就是DNA 有些人經常說 陶傑 九亂 但你不能不相信 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就喜歡這樣想 沒事發生就最好 你們無緣無故撩起一些矮鬥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現在社會有很多矛盾 朋友跟朋友之間 我上次也說過,其實現在藍絲帶和黃絲帶之分 現在更嚴重於當時藍黃絲帶 就是信邪教和清醒教,兩班人 其實我們不是一個教,你看歷史 其實很簡單,邪教的工程是為了香港一班覺醒民主派的人士 只是不停分裂,分裂到現在,差點選不到 明明票數比別人多,為何席位不夠多 現在這個工程不是成功的地方 但這次大家開心的地方就是雷動計劃 他剷雷動計劃,總之邪教那班剷雷動計劃 他之前不放在眼內,人家說雷動計劃就叫人倒閉 你不贊成,你不是一份子 你支持你的人都應該是這樣想的 但當雷動計劃有一點點成績的時候 當然有些人不開心 有些信眾就賴雷動計劃,因爲雷動計劃 教主才進不了 矛盾到這樣,你有沒有邏輯? 還有松太,他當選五個裡面只有他一個人出來了 而他第一個就說要清招蘋果日報 然後還有一個很長的名單,他清招五個人 當然是沒有我份子 我都沒有我份子 我們算什麼? 那時候我有份子 那時候我真的很開心 現在沒有 占宗的時候 不是那班的 占宗的時候有個名單 但不是那些人出的 我知道,不同那些人 但那時候有個名單 我們只顧問我們想不想 漢奸,漢奸的時候有個名單 我整天多人多 怎會突然間是漢奸 躺著我中槍 但語若榮言 現在居然沒有份子 其實還未醒的朋友 可能有些人吊著聽 真的忘記了 我覺得你應該想一下 為什麼他們的傾向 他們的舉動 例如叫人投白票 甚至叫人投民建聯 這樣你也不覺得有問題嗎 有問題的 反建制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不要讓那些人進去 現在那些教主叫你做些事 你就跟著做這些 我不敢說你蠢 有些人讀很多書 讀書讀得多不多 跟蠢不蠢是沒有關係 剛才我今天下午 回去寫了一篇文 叫做公主主公,主公病 以前是公主病 現在一種叫做主公病 巴鐸 就像正在講 他喜歡做教主 喜歡做主公 加極光環 對,喜歡 bod doc coses 十 print 變成 YE 然後一批… 變成一個病 一個心理病 又 became物理病 連維除瘋子 他會弄亂說話 亂批評人 或者甚至乎亂扔東西 這些都是心理病變成的生理病 為什麼呢? 因為那種人,不是一個,不是某個人 是喜歡做主公,喜歡領導人 領導人不要緊,這個世界一定要有人領導 但是問題是,領導人裏面 是要你一定要聽我的話 你一定要受我感受,這樣就牙煙了 這樣就變成邪教,邪教教主就是這樣 正教教主不一定要你相信 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邪教教主一定要相信 最要獻,奉獻,最要獻出來 我看朱凱迪這件事 我剛才要講朝鮮的原因 是因為他真的有同性的危險 這個我不認為是誇張,我不認為是開玩笑 因為你牽涉著利益這麼大 而且這一群,你說朝鮮對付的是劉姓忠親 黃親國斥 而這一群土皇帝來的 在香港來說,一樣的 其實,但是你要留意這個角度 我認為朱凱迪的下場會怎樣 不單純是香港政府和香港警察保護他得不得力 是在於中央和地方矛盾 如果你看到朝鮮之所以死 是因為他所謂的徒弟、學生、那時的君主 亦是因為中央不支持他 因為中央和地方矛盾大,而皇帝有賊 就信了殺了他就立即平息 分軍 分軍 所以什麼是民警之治 我真的想問,這樣也是民警之治 但是這次朱凱迪未必有事 你留意一下成報、削削削削削 削中聯辦、削這個梁振英 削削到他不敢發聲 為什麼不敢發聲呢 第一,選舉失利 選舉要補的的人,他是補不到 他補到很少人進去 雖然還是建制佔大多數 但是他可以以後抗爭會更加激烈 拉布會更恐怖 自己有進不去嘛 是呀,最重要是他的馬雲 不僅是,你看到本土力量、激進民主派的幅度 是大大增加的 第二就是除了選舉失利之外 就是在共產黨眼中,如何容許你有統皇帝? 這是英籍時代留下來的東西 如果他連這個油桶也受不了 何況土皇帝呢 更何況這是英籍時代的政策 1972年的政策 英國政府為了懷油 為了招安 買掉那群土豪 而劣新讓他們可以發展土地 他有一個大典題叫發展新界 那時候才引入負眾 做了這個計劃 現在你有沒有一個更大的計劃 是他需要賣你呢 所以如果對土共來說 現在就是一個最好的契機 契機出現了 就是有一個這麼勇的傻子 走出來說要拆散瓦解這個利益集團 對他來說 一個權力為先 比任何東西都重要的 這個中國共產黨 他就最好藉著這個機會 去瓦解這個集團 尤其是有人肯出頭代做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梁振英 他會說那個人叫周永勤 周永勤就說他身表遺憾 他那些事都沒有證據 但是為什麼你看到他對朱凱迪呢 他又不敢這麼說 一聲都沒有 一聲都沒有 他還說電話位問他有訊息 雖然朱凱迪說沒有收到 這個是笑話來的 不過你看到他的態度明顯不同 因為上面的指示 你記住 共產黨奪權是靠什麼 打土豪分田地 他一直都是玩鬥地主的 他一直都是不妥 坐大一點都是鬥地主 對 他一直都是不妥 你們這些土地擁有的大地主 引了你很久了 現在有人出來肯犧牲 我還不成全你 等你帶頭去搞定這件事 我就覺得不一定由他對 起碼由他產生的響力 響著 讓你沒有那麼囂張 已經很囂張 等你響著 你沒有那麼囂張 已經成功了 慢慢 容後慢慢收拾你未知 這個說法 亦都是有些人士 覺得朱凱迪扮事 朱凱迪都是其中一個地產集團 有這樣的說法 雙往其中就這樣說 叫你雙屬地產 雙屬地產給你租樓 這樣說得出來 但又是收回的 作為皇上 你這麼懷孕 你收皮吧 還要率領 我覺得這樣也是一個說法 其實我聽上去不是很舒服 這些事 我覺得在香港的社會 是悶不得來的 誰有沒有收錢 誰有沒有偏側面 傾斜 完全兩三下 兩三夜 不知多久 兩三夜 可能兩三個月 兩三夜都可以 就馬上出來 不是的 你看到邪教 騙了多久 但很多人看到 很多人看到 看到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香港進港 暫時 暫時進港 但剛才你說的 其實朱凱迪 也是一個被中共利用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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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的 我不是故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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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因為梁振英的舉動 為什麼 中聯辦 解讀他的反應 中聯辦又不出聲 被人吵得太疲 大哥 別說這麼多 然後 另外 你不要打斷 我忘記了 中聯辦不出聲 梁振英不出聲 成報不斷轟 共產黨的做法 他要動一個人 他不會無聲無聲 尤其是那個人 如果是地方割據 他是一個霸主 他有勢力的話 他是會滲風的 這裡出一下社論 那裡出了一篇文章 網上的輿論 起碼左派的報紙 會跟你加一句 他會先試一下水溫 然後試到水溫 發現已經沒事 不辣腳了 整個人浸下去的時候 整件事就變成事實 現在我就說 你要看他的舉動 就是 中央一定會移動香港 這一群新界佬 原因 除了因為 你英直時代 我看你不順眼 第二 在我眼中 沒有人應該擁有權 除了我 因為我是你爺爺 第三件事 因為梁振英 他之所以上台 大家想清楚 幾年前的小桃園飯局 他需要什麼人的支持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人 所以我現在要剷的時候 我要剷起 就不會自己動手 我就不會自己動手 兼格 我就連根 連你的黨與所有 一獲的片子 香港很簡單 很現實 一沒有了利益 馬上槍頭調轉 馬上轉太太 你別以為 那些人會死心砸地 其實很快就知道 譬如朱凱迪 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 之後他怎樣跟進他手上的案子 現在說 保安局長接了物令 無論如何都要保證他 親自由CY大馬去 原來沒有他打壓可能不做事 扎成 梁振英一定不想 朱凱迪做得成 因為他能不能夠連任 很靠新界佬 他這次第一次做到靠新界佬 他能不能連任 也跟新界佬有關 所以如果被朱凱迪拿了光環 反而最嚴重的是689 現在689跟教主未同聲起 又有一個契機 是公開的 這個就是三角演義裡面 有些策略 有時候我就親你 有時候就是仇你 但有時候仇人變成因人 政治事長 其實政治那樣複雜 一方面對於一些聰明 喜歡思考的年輕人來說 當然這個過程是學習的 對於一些不喜歡思考的 或是喜歡跟大佬的人 就麻煩了 你這麼複雜怎麼辦 你解釋也解不了 這個我相信 到頭來我都贊成通識 通識不是說學了六個範疇 而是說你一定要有批判性思考 不要人云亦云 總之有件事擺在身上 起碼你要自己想過 綜合很多資料之後 你才作出你的判斷 就不要別人說這樣就這樣 還有凡事 你用兩個角度 有很多角度看 比如你剛才說的 你無論我們的主觀願望 朱可迪不是跟他合謀 不是跟中共合謀 就算他是一個被利用的 也好 以前馬斯堡村開始 我也有一個懷疑 對那些所謂的左膠 其實左膠最客觀出來 就是幫忙維穩的 當然 他們表面是新張正義 你真的有很多左膠朋友 其實相對多 為什麼我看了一部電影 有一個啟發 那裡是Promitland 就是Mac Damon 又是說他表面上是一個左膠 就去那條村去協調 政府要收地 因為那裡是油田 那條村不是多人的 但是那些老人很勇武 自己又預備武器之類的 他到了用一個大礙 叫他們包容 但後來被人踢爆了 他的身份很誠意 不知道在哪裡來的 他在背後幫助別人做事 當時我們想起 其實馬屎布那些事情又是這樣 那些所謂卓佳佳 我不是說他是 其實某程度 就算你不是 你都很容易被利用了 成為政府的一個工具 成為地產商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覺得大家想起 千萬不要別人說信 從多方面的資料 去思考 而且不只是看片面 一些東西 小小東西就證明是 要充分多些證據 反覆思考 看長一點也不遲 我的看法就是 朱開迪不會有事 需要保護嗎 一定需要保護 是否值得擔心 是值得擔心 但實際上 他不會真的有事 我也認為不會 因為 六八九不可以讓他有事 雖然六八九很想他有事 但他不可以讓他有事 因為這次阿爺要保護他 不是你地方能夠 還有他也說了 有個說法 聲音也說了 如果阿朱仔有事 就是香港作犯 暴動 香港暴動 對六八九年又不是有著數 絕對 有著數之餘 為甚麼呢 因為你是收拾不到的 收拾不到就有著數 收拾不到就沒有著數 還有他太多痛腳被上面握著 你有傷了甚麼事 你領著功當然不搞你 現在我看 我眉頭眼睛 這是猜的 我也是猜的 大家都是猜的 我只是猜的 我只是猜的 我猜的狐鬚老 機會大了 狐鬚生 狐鬚生 狐鬚老大了 薯片 我也是唯一不大 沒有可能的 他沒有痛腳 他 他 他 痛腳可以製造 也有的 可能你不知道 你送兒子回去就可以了 還有一件事 送兒子 可能會發生的 說了很多年 不做 但今次會做 就叫做 找個副特首 即是副特首 以前都說過很多次 上過很多聲器 但未做過 但現在的副特首 就是政務司長 其實的職位 兩個不同的功能和功能 那個是政策 那個是行政 執行政策 但我現在講過 如果真真正正的副特首 就找副特首 跟政一齊工作 兼且 可以由副特首 牽制著政 即隨時浪高 因為你看新華社便知道 新華社有很多副社長 副社長 我近時聽我的老前輩說 李柱文坐在許家團對面 他是副社長 為甚麼呢 但監視著他 沒錯 你聽過了 我未聽過 監視著他 看看你有甚麼移動 但監視不到 我也去了美國 一爆大鑊 那一下他厲害了 但這些大家互相監視 我相信會有 現在就變成了 六八九是 真的沒有王冠 沒有人監視 而他的權力 一會跟行政局 那些行政局 真的惡到很厲害 將來我看 一定可能會多一個 不是勝隨的 我在想 六八九 大家看他兩年前雨傘運動 他那個鷹派作風 他是想香港亂 包括他搞港獨出來 港獨之父 現在大家明顯 很明顯是他 港獨宣傳部長 宣傳部長 很想香港亂 我在想 如果真的一發不可收拾 是不是反而是更大的連任本線 就是因為他成功了一次 能夠結束了雨傘運動 所以他有這個 incentive 去再做一次 雨傘運動結束 我認為沒有結束 你知不知道 不怕狗 只是有人打散了 打散了 如果沒有打散了 應該還繼續 他後面下面那個 暗火 還在燃燒 你別以為他前面的火 你知道 譬如上次燒那個艙 艙和迷地艙 這麼多日子 就因為很害怕裡面 還有一些暗火 一定要攤很久 攤到連那些少少都沒有 這樣就叫做收隊 不是也收不到隊 還在那邊 現在你覺得雨傘完 我們就完未完 而且打散了 對他們來說 至少沒有人被插著 對 沒有人被插著 物理上的原料 有多少散兵進去了 你不知道 你真是 這些才精彩 你不只是立法會 你只是區議會 甚麼都有 甚麼都有 我難保很多政府官員 就算紀律部隊裡面 都有散兵 但如果你這樣說 雨傘停了 某程度 其實政府也做不到 最做得到的事 最做得到的事 是你認為不太值錢的王宇文 因為如果不是他 他不會有混亂 以及人們會散開 不互相支持 於是我覺得 政府是很值錢的 因為這個工程不是很簡單 任何人都做不到 在土共眼中 他是唯一不可取代 沒錯 他任何的靈童 只不過是被他加冕 以及作為他的分身之一 所以這次他進不了立法會 不單止他不開心 對 上面還不開心 對 沒錯 所以我們 你為什麼好像我 他失敗了 我還說 我覺得其實你再說 就等於吃抗生素 一定要吃完整個角度 對 吃完整個角度 你不能這樣放過他 又死灰復燃 但很多人就說 你們有私怨 不是私怨 這個絕對不是私怨 他跟我說 你跟他有私怨 每個人有私怨 我不認識他 我見過他 但我不認識他 就說你們私怨 去花生台做吧 不是 不關事 這個真的是社會公義 我們有一句 為什麼私怨 我跟他的老友 還有老友 另外 見解有些不同 就是另一件事 但我認識他很久 認識他三十幾四十年 怎麼有私怨 我的貓撞牆 沒有私怨 那他是不是貴賓廳 那裡 不是那裡 是另外一些場 那些江湖大哥吃飯 他真的坐末席 什麼席 他坐末席 偷培末席 那末席 糟了 文盲不懂這個字 最後一隻 最後一隻 我就是近廁所一隻 我明白 這隻貓幹什麼 這麼不安 我這隻貓瘋了 剛才你說到這個名詞 我想問問 我有我的解釋 但聽聽你的解釋是什麼 我要學一下 什麼叫左膠 左膠應該是香港字 左膠就是錯誤 膠不是錯誤 膠也是錯誤 但是他不是左膠 不是左膠 因為有人都說到 變回不是粗口就會比較普遍 什麼場合都可以說 跟媽媽也說得 跟女朋友也說得 跟兒子也說得 跟兒子也說得 就是膠水的膠 因為原本是按膠的膠 那個是按膠的 不是膠 變了這個字 一個諧音 其實這些是高登話 要有一個理解 因為高登討論區 他早期經常有很多創作 因為他為什麼有很多創作 因為防止北面的入侵 因為很多北面的人 就去入侵 想知道你們的情報 因為高登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大陸的人入侵 原因就是他影響傳媒 因為傳媒後來的人 懶得在那裡拿了 陶傑也在那裡拿了 什麼影響傳媒 什麼影響傳媒 他簡直是最主流的傳媒 於是他掌管了年輕人 那一代 我認識阿豬仔 的時候 他就教我上高登 我當時跟他做同事 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才慢慢解讀 最初真的不明白他說什麼 外人真的很難明白 尤其是你要翻牆 你哪有這麼多時間研究 向左走向右走 對 他有Dragon 他我們叫Dragon 其實創作這些是我的朋友 是嗎 因為他是一個粗口 filter 因為太粗口 我會很難 將來再推銷 很麻煩 完全是這樣的想法 你的粗口 forum 賣不到錢 拿不到廣告客 於是打個膠 他向左走向右走 你打個領 就變成 剔手邊做個領 不停地做粗口 filter 令他變成一種新的語言 好笑 為什麼人們會經常見到這些字 無端新來的 原因就是很多人寫粗口 變成一種新的語言 膠也是在那裡流傳 所有的膠 例如我經常說他 太膠 你這個人很野膠 即是說他認識朋友 很熱情 熱情最後令到他周生偽 這些就叫野膠 野膠 所有膠都有一些很笨 我們剛才沒有聽次官說 我們在咪後說 次官就說 一個女生跟次官說 我跟你做節目的邪事 然後次官就立即問他 你是不是什麼什麼 為什麼會邪呢 當然有原因 說不出的 於是很多膠 有原因的 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和無故的愛 現在不是說你 那隻膠 我借助你來 野膠 野膠有一個膠 還有有人說真心膠 即是你很真心是沒有罪的 但你做一些東西很笨 經常令到事情很笨 所以你明白 慢慢勾迫到膠是為什麼 即是凡是好心做壞事 又是膠 你做得很過份 過份熱情又是膠 你做一些笨事 令到大家都糟糕又是膠 總之膠的定義就是這樣 為什麼叫左膠呢 以原本政治的左的名詞就是左派 就是共產 社會主義為之左 但是來到香港已經不是這樣 因為香港人很雪亮 知道共產黨並不是社會主義 現在近年就不是這樣 我們這一代左已經不是這樣 已經不是共產黨的意思 左就是一些西方社會的左派的傾向 例如社會福利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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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又是radical 又是radical 又是radical 又反而是radical 那我就是落後了 我以為左的意思是radical 很簡單地說 左就像法國路波女神 路左解 大愛、包容、平等、博愛 對啊 然後就是反地產霸權 反壟斷 反官商勾結 性別公平 什麼都要公平 女權 不應該歧視 彩虹 反法西斯 都是左那邊的 我為什麼這麼痛恨 有些人說法西斯 但自己說自己大愛 未去你那條之前 我們也解釋了 為什麼是教 剛才說的就是很好聽 法國也是這樣 大愛、平等、博愛 這些是好東西 為什麼不叫做左翼分子 而叫做左膠呢 就是那些 他只是明白的騙模 一、二 你明白嗎 然後將它無限延伸 即是咬文雀字 要政治正確 而又不知道前因後果 不知道文化 不知道歷史 而硬硬將東西扭曲了 只是適層皮 只是適層皮 不懂裏面 接著就拿個樣子 因為你左那邊很大光環 是 很大光譜 尤其是很大光環 尤其是年輕人 更加大 因為你說你博愛 你說你擁護自由民主 你反地產法律 是一定對的 是一定對的 是一定喜歡的 但是那些人就是 他只會適層皮毛 就是他去做這些事情 但其實他裏面那些事情 完全是很膠 很蠢的 是 他的行為根本是不配合理念的 十年前這些大家都欣賞 大家的社運朋友 全部欣賞 左膠青年 左翼青年 黎珠海迪也是 我也是 陳輝林輝我也是 其實我喜歡社民年的傾向 就是因為左 但是以前是有型的 直至黃毓民的分裂之後 左就變成交了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大家在分享一些光環 你比我多 那你就交了 這個就是那個邏輯 就是這樣邏輯 對 任何人做的事 不適合他的心意 就為之交了 但是我們不排除 是真的有交的成分 對 很多 一定有 但是相對兩樣 你是左膠 交一個朋友 以及你的陰謀詭計 我一定交一個左膠朋友 因為最少他不會善惡 他可能累了一件事 可能做了一些笨實的事 但是你作為朋友 如果你也是左膠的時候 你就可以包容到他 這個時候 大家聽眾喜歡的位置 就是我跟他爭辯了 就是我覺得大問題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是很單純地 真左翼 我非常尊重你的 因為朱凱定就是真左翼 他真的是為了自由民主平等 博愛而去奮鬥 不惜自己的利益 這是很值得尊重的 包括我的司馬神 我也覺得是這樣的 但是為什麼左膠是誠事不足 拜事有餘呢 就是因為他往往是光環 能夠佔領得最多 而他的目的和衣櫃 我不認同 我又要跟他爭辯 其實你說他誠事不足 我覺得錯處不是在他那裡 原因是他們受了一套思想 受了一套教育 你跟共產黨一困 你是一敗塗地 我還聽到佔領之前 甚至是國教之前 很多人都說 經常都拿馬丁路德金 甘地 那些出來 大哥 他完全無視了西藏 西藏有人自焚 共產黨都不理你 你還要來這一套 你還要說甘地 其實我都很生氣 但是我不會討厭他 原因就是他是人性的光輝 如果人人做到 但問題是你的對家是一個什麼集團才行 於是客觀就變成交 你說的那些是真左翼 老實說 我同意你 你共產黨 你能夠整個香港700萬集體自焚 你早一獲個消殺 我當你肥料 大哥 我當你滋養土地 因為第一 他並不具有真正的執行智慧 他只是覺得 左左左很好 左很好 是精神理念 意識形態很好 但去到真的操作的層面 他們往往是脅缺什麼 這個策略 這個邏輯思維 判辯能力 如是等等 全部沒有 要不然我就不會只有一層皮 沒有內涵 那就是交了 所以就交了 第二就是 你剛才說的點 你低估了你的對手 你的對手是萬惡 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 恐怖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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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尺檢都倒了 中國共產黨還在 因為他最毒辣的 他還在 所以你的大外平等 你怎麼能夠對到這個共產黨 第三就是 左膠之所以嚴重 就是他的惡毒 是一個唐醫 我講的是別有用心的人 用了匪話 別有用心 華春瑩的頭髮 別有用心的人 志書三道四 就是他用這個左翼的名義 左翼的光環 普照之下 去做一些好像很大外的行為 但實際上是類似 你不是經常說別人是法西斯那個 你不如說明你的詩怨王 不是只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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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問題是你察覺不到 因為他的口號很大聲 還有很多人追隨他的 而這些人就是禍害好心 因為譬如你見右翼的代表人 你明白嗎 整個西方社會 你連做這個姿勢 我不敢做 這樣 都不能做 而且你一提 那些人 可以拉得了 你看到色黎 麥爾本色黎 那些大陸 雪梨 是大陸逆的 對不起 雪梨 大陸那些人說 要慶祝無摩的 世世五四十周年 初時那些人又是大愛 雪梨 都包容了他 然後有人馬上說 可以拉得了 我慶祝希特拉 不可以拉得了 我慶祝希特拉 可以拉得了 但無摩不拉 然後他們就說 原來是這麼嚴重 其實無摩應該是性格 我覺得 在國際罪犯層面 在史太林 史太林可以拉得了 我當然有膽 我當然不會認為他對 就是等於一樣 在蘇聯的史太林 或者監臨共和國 世界上的史太林 都是一個罪惡的象徵 就像希特拉 你剛才說的手勢 史太林的尊容 都是一個罪惡的象徵 我可能史太林也是 我就不知道 所以沒有結架 但最慘的是 連加拿大溫哥華 那個無摩的慶祝會 照常舉行 再歌再舞 不是也沒有發生 現在有 雪梨那個 不是雪梨加拿大 是溫哥華 喂 問你死了沒有 那些是左膠帶外包容他 世界還沒有進化 但那些傢伙真是自禁代落 你包容他 是左啊 對呀 加拿大又很左 問題是為什麼我說左膠 那今次的加拿大 是溫哥華還是什麼 溫哥華 這個就是左膠代表 你包容什麼 這些叫孤式養姦 大佬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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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又擁護毛澤東 我有解釋 我真的有解釋 你哪是在逃亡那些人 你先說 解釋是為什麼呢 他在外國 情勢故鄉農 他鄉與故之 就是那些朋友 你明白嗎 即是說一些成語出來 是的 然後看到自己去到哪裏 都是白臉皮 白皮膚 即是慘祖其事 慘祖其事 自己弱勢社群 他認為自己是二級二等公民 但他有很多投票 有直選 他們不在乎 他在中國這麼多年紀 我們只是二級的公民 沒有直選 他認為自己 他認為自己是 然後他就覺得 想當年毛主席 怎樣帶領整個中國 平衡宇宙 overlap 就是希望有一個 對不起 走音 希望 這是你的看法 希望有一個強權強勢的人 令到中國強起來 令到他可以擺脫自己的懦弱 自卑 還有那個自卑感 洗洗自己 如果我在那裏 穿著毛裝 拿著膠剪出來 是剪護照 一起剪 有另外一番說 有一群人 你可能沒有拍到 可能在旁邊有示威 就說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 笨蛋 還有一個問題 你要知道 不只是逃離的人 逃離之後 他會帶很多 老爸 兄弟 子女 這樣去 那群人 未必一定是憎恨 但是他 這個心理很古怪 一方面 就覺得在那裏 沒有什麼前途 另一方面 就是把自己的子女 就把自己的子女 扔掉去美加 在那裏讀書 讀書 然後就不是海歸 其實那裏是免費的 自在那裏 那裏是免費的 不是 他沒有信心 對那裏的制度沒有信心 教育制度沒有信心 不是說中國 那裏的人 他過去讀 就覺得那裏有信心 但是千方百計 就不是在那裏留 希望留在那裏 找工作 可能很低微 都要找工作 就不正式回去海歸 可能海歸 有個騎在人頭上 是的 他無謂回去海歸 他又恐慌那裏不肯去海歸 不肯去海歸 所以這些人的內心是很矛盾的 他在等什麼呢 他就是在這個 有自由民主的國家 認為自己遭受歧視 種種不公義 他就在等這個曠世的明君 一代的明君出現 他認為現在是習近平的 發現這個中國春夢 令中國富強起來 我就能夠吐氣養味 其實是江澤民才對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感覺到很奇怪 心情矛盾 很多懲殺案 枝解案 將人直接容屍案 都是中國劉學生做 你真的猜不到 不只是大學生 那些是石士生 太多仇恨 內心的仇恨 他又要父母或自己 去到那裏 投奔了一個自由環境 同時他又不珍惜這個自由環境 又利用這個自由環境 去飽償自己的慾望 所以很奇怪 心理很特別的一群人 我不是賣廣告 這隻杯 我不是賣廣告 戰爭就是日本的東西 這隻杯 真的不是賣廣告 但你給我講幾句 這隻杯足以證明 中國人的那種身體最誠實 為什麼呢 你知道大陸 自己官方也認 這個地下水 有一半不能喝 環保組織就說七成不能喝 好了 接著日本醫科大學 有個博士 就發覺原來 水裡面有氫氣的話 就很厲害 身體多麼的好 我們不是賣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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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我代理一下 先 噴出來的就是氫氣 然後呢 我告訴你 你上淘寶打 這隻杯很貴的 三四千元 但是呢 大陸有些 十分一價錢都不用 有 二三百元都有 付興水 有沒有興水 你自己看看 如果你按銷量排行 全部都是這個牌子 日本的 賣三四千元 但是呢 大陸自己那些 三四百元 二百二三百元 都沒有人買 為什麼 大陸人家不相信 有個水猴子 當你去到自己身體的程度 自己的兒子喝的奶粉 很簡單 吃的米 喝的水 奶粉為什麼要來香港買 說真的 鎖國 最好鎖國 你說你大陸 為什麼因為香港 我們無論做我們不行 我真的和你倒一波 你就嘗試哪個 是呀 真的不要來 你最好沒有貿易 你自住於天下 我不管你 你立刻喝自己的奶粉 所以我覺得 最近看到有些人設定國旗 將香港那支旗 變成粉紅色 盡量減淡紅色的影子 因為有可愛 五星 不是香港的區旗 我覺得就變成藍色更好 為什麼澳門可以用綠色 不用用紅色 但是香港為什麼要這麼大量 用紅色呢 我不知道 左膠的話題 還有沒有補充 左膠大家是不是都明白 明白了 現在我明白了 除了你之外 我另外解釋 我的左就是很古老的左 就是在法國革命時的左 但是現在聽你這麼說 已經轉化了 轉化了 第二 我的膠字 我一定是當那些笨賊人 也是 也對 解讀正常 就不是黏得那麼緊 這個黏是兩個 一個黏為的黏 一個黏著的黏 現在我明白左膠的真正意思 所以 其實左膠也是有敗於某些政黨 不抵得那些拿盡光環的左翼人士 其實雙方都是他的價值 其實正正合作就是最原理 為什麼一開始就要敵對呢 就是今天分裂的效果 又是多謝那個教主 現在也是抗生素的過程 一定要說 未吃完所有的課程 你就不要說抗生素有利 至少四年 因為抗生素就是 未吃完 就隨時翻發 沒錯 還要變種 隨時變種 隨時引致敵人 就變成抵抗了你的抗生素 之後變成新的一個魔怪 其實我覺得香港人 也是說一句 你老友陶傑說的DNA 你想想這次選舉 雖然是58% 雖然多了很多人投票 但是說到尾 為什麼一些人會買左膠 會買左膠所說的話 其實黃老邪 他說左膠可恨 其實他不是完全錯的 你發覺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大話永遠成功的 就是包含真相 他可能有2%的真相 但98%的大話 我說為什麼這麼痛恨 包括我自己也是 就是曾左翼 朱凱迪 非常尊敬他 但是左膠就是令人難以察覺 他剛才說過了 他能夠經年累月地 在這個光環底下 繼續生存 拿到最盡 你想像一下 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做他的掩護 他一早就穿了 一早已經在照妖鏡 那條蛇尾 那條狐狸都走出來 但是我和你的定義 原來不同 其實左膠我覺得是無辜的 就是他膠只不過是他太信任左 就是我信任左翼 就是太大愛 而令到自己做出來的效果是膠了 你說的那種是假左膠 就是利用這種 來掩飾自己 想要到的利益 例如蕭若元 開絕命 我只是分析 他說陶傑 或是法西斯的 原因就是 我這麼痛恨 因為是假左膠 正正你說的那種 我覺得兩位 兩種人都有 是 不是說 不是說 那些根本就不是叫左膠 那些是假左膠 他利用了左膠的光環 來包裝自己 而剷他自己的敵人 我們說三種人 就是真左翼的人士 然後就是真左膠 和偽左膠 但是左膠 我同意你說的 我真的最討厭最討厭 就是偽左膠 利用左翼這種思想 這種意識形態 去佔領最大的光環 掩蓋自己的罪行 的賤人 但是左膠 其實我也不喜歡 因為他們都是 成事不出快的時候 都是蠢的嘛 蠢的嘛 蠢的嘛 我覺得我真的 我剛才說了 不是同情 我永遠跟你爭辯 他們是無辜的 如果一個地方 一個議會 一個政府 是真的一人一票的 其實這幾個勢力 就是正正平衡了 而合作 很和諧的 來處理一個國家的事 很和諧的 但現在問題就是 莊不均勻 他的制度不公平 令到那些真心的人 蝕了桌 就是被人這樣攻擊 你是用一個效果來攻擊他 並不是用一個原本 他們的出發點來攻擊他 為什麼我不喜歡他們呢 我補充多一點 我剛才講過 他們往往在實際操作的時候 是欠缺邏輯思維和策略的 第二件事就是 他們往往就在這個理念之下 就沒有太多的分析 以及這個批判 即是 齊首歌先 對 永遠都可以 在裡面循環 你循環不到 你沒有進化 這個呢 這個呢 一拿去宗教 你會發現很多教徒都是這樣 那些是爺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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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問題是 我來說 最覺得 他是盲目 他是蠢 變成了一個人蠢盲目 就誠自不足 就很慘了 即是 任何事情 早上有人瞄正他的根 或者領導了他 少少讓他走 或者 在黑暗中 堆了一盒燈 那盒燈可能照他陷阱 他都覺得 他會照死的 對 照他 所以 這件事 又可憐 可憐 又可憎 因為他又是牙刺 他又說自己走得對 所以又可憐又可憎 所以政治一天都嚴長 但我跟他日升轉移了 我 上次跟你一個很嚴重的爭執 就是你講動機論 我就講有可憐 來到這個日升轉移了 這個很奇怪 沒有話說的 我們很白疊的 我們很白疊 繼續有咬是好的 有聽眾說 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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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禮拜 不是香港 我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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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我的美女嘉賓上來 我立即是 身體是最誠實的 看看聽眾喜歡不喜歡 我們還有少許時間 你容許我 聽眾不要緊 我很大量的 我的大伙子一走開 馬上弄了一個二拉回來 都不要緊 但如果他做得不好 求婚你就大量 那就知道 這個世界了 因為我試過的 幾年前 我有一晚在開工 我在洗碗 聽了一個 因為客人走了 我在洗碗 我就在播 她和女兒在做節目 哇 我一邊洗心 各位觀眾 知不知道什麼叫BINC 這個新字 明天是 下星期幾多日 下星期幾多日 什麼叫BINC BINC 什麼是哪一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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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就是chel encounter 是BINC BINC BINC 嗚哈哈哈哈哈哈 整天都BINC 一直都BINC 定期BINC 因為那女兒真的好不接 我也也認為 你現在認了 還說不,我真的 還說不,很切,很柔和 聽眾喜歡她 我今天把你拿吧 喜歡 老兄,整天晚上就 嗯,你覺得對 你講得對,我真的不懂,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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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好,OK,那幾號,下星期 下星期幾號,關鍵的笑容 十,十,十,十笑到哭了 十七,十七,可能我可以 二十多,可能會遲些,我再談 黃慧卿現在才來,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剛剛講你的組織 不是,我跟他很成熟的,我跟阿興哥 我會叫他哥哥的,雖然他是熱狗 好,那我回來見,然後你們繼續努力做事 拜拜